3月21号 东方航空MU5735客机在广西吴州坠毁 机上132人悉数罹难 全面搜索工作结束后 有关事务原因官方始终没有给出定论 紧接着一场上海疫情 把媒体注意力全体转移 东航空难的真相一时间被炮至脑后 谁知就在本周2 5月17号 美国最具权威的老牌媒体华尔街日报 在头版头条刊发独家新闻 直指东航黑匣子数据显示飞行员蓄意坠毁 一时间让东航事故再次被推向舆论焦点 东方航空也不得不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据了解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执行人士的话说 从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坠毁客机 取回的一个黑匣子的飞行数据显示 驾驶舱内有人故意使飞机坠毁 这架波音737-800客机 当时正在高空巡航 突然陷入近乎垂直下降的状态 以极高的速度坠入山间 一名熟悉美国官员初步评估的人士说 飞机是按照驾驶舱里 某个人的指令行事的 而针对东航事故的黑匣子 美国官员的初步评估 包括对从飞机受损的飞行数据记录器中 提取的信息进行分析 这名人士还说领导调查的中国当局 迄今尚未发现 3月21号在广西坠毁的飞机 存在任何的机械或飞行控制问题 这也支持了美国官员的评估 该机型是全球航空业的主力机型 也是波音飞机家族的一员 同时中国航空业也在短时间内 重新复飞了该机型 华尔街日报还爆料了更多的细节 比如根据目前在东航调查中收集到的信息 参与调查的美国官员将注意力 转向了一名飞行员的行为 这些知情人士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 飞机上的其他人闯入驾驶舱 故意造成坠机 来自美方的调查报告显示 波音公司和航空安全监管机构 都没有就此次坠机事件 制定任何的服务公告或安全指示 如果相班部门发现机组人员 在事故中遇到任何问题 或需对飞机进行修理的细节 就会向航空公司和飞行员通报这类信息 事故调查可能会发现 以前未知的证据 从而支持或改变初步的评估 一位了解美国官员初步评估的人士说 美国官员目前未向中国官员提供所有信息 这是首次披露美国官员的初步评估 早在今年4月 行业刊物李汉姆新闻与分析报道称 中国东航这架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的 初步读数显示 飞行员故意输入了控制装置 东方航空公司在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报告后 第一时间对其作出回应 在声明中表示 目前还没有证据可以确定 设施飞机是否存在任何问题 东航重申了其高层3月份的声明 即机师们的健康和家庭状况良好 并指他们的财务状况也良好 东航亦表示 驾驶舱的可能遭入侵的说法不可信 并引述3月25号 新闻发布会上所称 中国当局表示 追击前客机没有发送紧急讯号 东航指出 任何非正式的猜测 都可能干扰事物的调查 影响全球航空运输业的实质进步 当有其他媒体记者 针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对中国民用航空局要求置评传真时 中国民航局未做出回复 同时也没有接听电话 该机构没有对坠机的任何潜在原因发表评论 上个月当局表示 调查人员将继续调查事故 当被问及是否可能有人闯入驾驶舱时 东航说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该航空公司援引了3月25号 新闻发布会上的信息 中国有关部门在会上说 飞机追尾前 没有发送过紧急代码 坠机事件发生后 东航同一型号的波音飞机 全部停飞约一个月 随后开始恢复其他737-800科机的 波音服务 东航表示 他们将继续检查与失事飞机 差不多同一时期生产的飞机 按照一项国际航空条约的要求 中国民航总局完成了一份 关于此次坠机事件的初步调查报告 中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没有公布这份文件 但提供了一份调查结果的摘要 称机组人员与空外人员之间的通讯 没有显示飞机降落前有任何的异常 空中交通管制员在看到飞机坠落后 试图联系飞机 但没有得到回应 事故调查机构可能需要一年或更长的时间 才能发布有关事故原因和促成因素的最终结论 在之前的一些事故调查中 国际全文机构对是否有人故意坠机 存在分歧 关于这次东航空弹的真相 其实坊间一直传闻不断 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这次东航坠机的飞行员身上 有相关消息员爆料 直飞坠落客机MU5735的一位副驾驶 是中国的五星机长 在业内更是组织业级别的机长交员 然后就在公司重组合并的过程中 被连降多级 直升待遇一抹到底 让这位从业40多年的飞行员 很难不带有情绪去飞行 还有传闻是说 该飞行员由于某大爆雷 所有家底一夜晴空 心情更是大起大落 不过坊间传言终归是小道消息 我们既可信其有 更可信其无 但华尔街日报的爆料 则是有实打实的黑匣子数据作为支撑 恐怕这次东方航空公司和中国民航局 该给广大网友们一个合理的解释了吗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